未了的行者与文句的行者的修行必备资量。 人的四种类别当中,敏锐的智者与广说的智者,只要听到开示,就可以正被预留到国以及其他较高阶的智慧,例如皮蛇雀以及几孤独长者。 对于这种类别的人而言,修习法并不需要依照戒清静、心清静等等的修行次第。 请谨记在心,当天人与放天从世间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时候,也是相同的情形。 因此,我们必须指出,向戒清静、心清静等等记录在三藏经典当中的修行次第,是针对正入与流到国之前的未了行者与文句行者所提出的。 这些修行次第,对于认的前三种类别而言,远比正得更高层道国,还来得重要。 即使阿罗汉圣人已经走过这些修行次第,在正得阿罗汉道国之后的阶段,这些修行次第适用于宪法乐著的目的。 佛教的第一个千年,是所谓的无外解形的阿罗汉圣人时代,之后,也就是现阶段的佛教,只包括未了的行者与文句的行者这两种类别的人。 现在,只存在着这两种修行人而已。 关于这两种修行人 未了的行者,如果实实在在地修习三十七道品,其中包括了四念著,四正情等等,他可以在今生成为预留道圣人。 不过,如果他在修行上松懈了,只有当他转生天界之后,才有可能成为预留道的圣人。 当他离开法,例如四念著等等,不幸往生了,就佛法来说,他是整个迷失了,不过,要是能预见未来佛,还是可以从世间的痛苦中解脱出来。 残存的文句行者 文句的行者,如果在今生能够实实在在地修习法,来世转生天界之后,就可以在现阶段的佛法时期正入解脱。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